有什麼優惠介紹一下 先別管那個 你們有聽說過保養嗎 那當然啊 不管是清潔保濕美白 我可是從小就知道 要提前預約美好的將來呢 我也是 你們都是內行的喔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臉 當然要好好保養 可是你們知道嗎 台灣也是需要保養的喔 台灣也要保養 當然啊 我們把台灣當作自己的臉 第一步就要從基礎清潔做起 清淤排沙做的確實 效果很進得去啊 可是說到保養 最重要的應該是保濕吧 所以我們為了要幫台灣做保濕 潛在水環境可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喔 加強水庫集水區的保育治理 從源頭水庫的保養 維持庫容穩定供水 還要想辦法開發新水源 以備不時之需 以保養的角度來講 方法真的不嫌多耶 只是清潔保濕都做到位了 要是水太多也會是個問題啊 像是我前一晚睡不好 隔天起來 連水腫到都要淹水了耶 別擔心 前瞻水環境的水與安全計劃 降低了淹水風險 由於都會防洪及制洪池的設施 即時吸納多餘水分 自然就不會浮腫啦 還有智慧水管理 就像是給台灣附上一片智慧面膜 透過科技監測管理 提高應變效率 讓含水量恰到好處 原來前瞻水環境建設 就是在保養台灣 保養做好了之後 下一步該不會是上妝吧 不錯喔 越來越有概念了 請你們看 只是呢 我們上的是裸妝 強調自然透亮 空氣感十足 因為水環境的亮點建設 必須顧及生態 以及環境的平衡 每一個調整都讓水岸更有魅力 讓人更想清淨喔 嗯 為了永遠台灣的美 保養卻是要提前來做耶 前瞻水環境 你可以更靠近一點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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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風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